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闪电看剧 本期视频较长 我们将一口气看完美国最经典的动作谍战电影 汤姆克鲁斯的谍中谍系列六部影片 从充满悬疑科幻的第一部 到吴玉森指导的纯帅版第二部 到最惊险的爬迪拜塔第四部 再到后来阿汤哥在拯救世界的道路上越来越拼命 让我们在他无数个经典的镜头里 重温这个从20岁帅到60岁的不老男神 电影的一开始 男主Ethan在带领小队执行任务 他们是美国CIA的特工 同时不仅化妆演戏样样精通 能够应付各种情况 最近CIA内部的叛徒偷走了 美国在东欧的卧底名单 这名单有两份 叛徒偷走的那份只有代号 因此他即将偷取另一份名单来解开代号 获得卧底的真实姓名 再把它卖给军火商 同时也是著名的反美组织MAX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守护爱和和平的Ethan小队 在队长吉姆的带领下 需要拍到叛徒刑切的证据 在等叛徒跟买家接头的时候 把这两份人马一举抓获 这个小队有五个人 队长吉姆在酒店里远程指挥 吉姆的妻子克莱尔负责放哨和开车 其余的ABC三人跟Ethan在一线战斗 他们的武器非常先进 有能录像的眼镜 有能爆炸的口香糖 《敌中蝶1》是在1996年上映的 当时电影中的科技桥段 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在吉姆有条不紊的指挥下 所有的成员在美国 驻布拉格大使馆里各就各位 小A找到目标人物叛徒 并且在他身上做好标记 方便小B在高处观察和追踪 而电脑高手小C坐在电梯顶上 帮成员们搞定权限开门 之后Ethan跟小A两个人 来到放有卧底名单的房间内 摆好有录像功能的眼镜 这时盼托来了 Ethan他们需要尽快撤离 但是在电梯上的小C 却怎么也打不开电梯门 幸好远程指挥的吉姆帮忙开门 让Ethan他们躲藏 盼托进入大众视线 偷走名单的过程被顺利的录下 特工们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任务 大家纷纷撤离 Ethan和小A也开心的提前庆祝成功 但不知为何 小C所在的电梯突然上升 他拼命的想切断电源 太晚了 小C不幸牺牲 吉姆意识到事情不妙开始跑路 跑到一半 他感到自己被跟踪 吉姆赶紧通知所有人行动取消 通讯设备被监听 让大家立刻切断通话 Ethan拼命跑过去想救吉姆 但他看到的是吉姆被人射杀 从桥上跌落 Ethan心想不妙 他急忙返回去找小A 小A负责跟踪叛徒 等Ethan赶到 小A和叛徒两个人全都被杀 另一个同事小B也在车上被炸死 全军覆没 Ethan浑身颤抖的联系CIA的上级 上级竟然也在布拉格 他与Ethan在饭店见面 Ethan质问上级 大师馆里为什么还有另外一支队伍 我都看清楚了 我们所有人都被另一组人马盯上 上级看板不过去 只能实话实说 CIA认为Ethan小队里有内鬼 被军火商Max凶买 因此CIA故意策划了这一次搭清除任务 就看看谁没死 谁肯定就是提前得到消息的内鬼 这不是吗就Ethan没死 而且他最近银行账户大额进账 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收了谁的黑钱 看来上级已经认定他就是杀害同伴出卖CIA的人 Ethan压着怒火摸了摸口袋 拿出那个爆炸口香糖 一把把鱼缸炸碎 而他就乱逃跑 Ethan跑到吉姆之前指挥过的酒店房间 书架上的圣经给了他一丝线索 于是他按照线索给军火商Max发邮件 谎称自己有CIA卧底名单的完整版 要求跟Max见面 这时门开了 进门的是吉姆的妻子克莱尔 他怎么也没死 Ethan不相信他 但目前Ethan被CIA驱逐 而且一身黑锅 他目前只能跟克莱尔合作 这时他们收到了Max的邮件 今天下午就要见面 Ethan在路上被人蒙面带走 摘掉面罩后对方是个女人 原来他就是Max Ethan坦诚交代 你们之前收到的那份CIA名单卧底词盘是假的 那是CIA给你们的圈套 你只要一打开词盘 CIA立刻获得你的定位并且把你抓住 Max笑而不语 Ethan继续说 我是被CIA驱逐的特工 只要你给我钱 我就帮你偷到真正的卧底词盘 Ethan很快得到Max的赏识 而Ethan需要尽快行动的话 需要更多的帮手 于是他找到同样被CIA驱逐的两个人 这个杀手不太冷 和电脑高手小黑 Ethan布置任务 他们四个人需要进入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CIA主机所在的保险库 这个保险库有多厉害呢 进门需要一系列的安检 检查完指纹检查脚膜 内部还有三种防御系统 你要是出一丁点声音 有那么一丁点温度变化 或者有一丝重量的改变都能触发警报 不过Ethan还是信心满满 他的专属BGM响起 一行人前往美国弗吉尼亚的CIA大本营 行动开始 小黑哥触发火警 Ethan和冷杀手扮成消防员混进去 克莱尔给保险库管理员下药 又在他身上留下标记 之后Ethan他们开始爬通风口 关掉入口处的红外线 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全体晋升 这一段电影也没有一丝音乐 让观众不由的跟着屏住呼吸 Ethan像鬼一样静悄悄的潜入保险库 爬到一半 保险库管理员回来了 Ethan只能先在上面吊着 这几个人大气也不敢传 Ethan眼睛都冲血了 管理员这才出去 他刚才被吓药了肚子里翻浆倒海 这边Ethan继续任务 他很轻巧的翻过来 顺利拿到CIA卧底名单 并考在磁盘里 上面的冷杀手一直拽着绳子要累死了 好巧不巧来了一只老鼠 一松手Ethan差一厘米就要碰到感应地面 眼看汗水要滴落下来 Ethan及时用手接住 上面的冷杀手终于回过神来 开始往上拉 Ethan毫不容易上来 但冷杀手突然把磁盘抢走 这过程中他不小心掉了一把刀 管理员回来之后看见桌上的刀 立刻拉响警报 Ethan放出烟雾弹 一行人坐消防车离开 他们逃到伦敦后 Ethan联系Max交货 但冷杀手却不愿意交出磁盘 没想到Ethan跟变魔术一样 手里多出一堆磁盘 冷杀手以为自己手上的盘 已经被掉包说的假货 于是生气扔掉 他离开后 Ethan松了一口气捡起垃圾桶里的磁盘 其实那是真正的正版盘 Ethan把磁盘交给信任的小黑保管 这时电视上播出新闻 Ethan的父母被当做毒贩子抓起来了 Ethan找个电话亭大骂上级 你不是要引我出来吗 怎么巴黎剑 刚挂电话 Ethan很意外的见到明明已经死去的吉姆 吉姆说 上级是Max安插在CIA的内鬼 他们要杀掉我 幸好我大难不死 但此时的Ethan心里更多是悲伤和不解 其实他早就从蛛丝马迹看出 眼前的吉姆才是内鬼 使他残忍的杀害了小A小B和小C 假装自己重担掉下桥 再把一切黑锅都扔给Ethan背 当然他一个人肯定做不了那么多 克莱尔和冷杀手跟他都是一伙的 Ethan很难过 但假装相信了吉姆 Ethan跟Max约好 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接头 当然上级也追着Ethan来到这列火车上 Max接到Ethan的电话 按照指示在座位下拿到了磁盘 Max很高兴 告诉Ethan去行李车厢拿赏金 但其实Max也给内鬼吉姆 吉姆跟Ethan眼看就要见面 谁能活就要看两人的造化了 克莱尔找到老公吉姆 想商量一下要怎么杀Ethan 没想到眼前的人正是乔装打扮的Ethan 克莱尔暴露 不过真正的吉姆很快举着枪出来 克莱尔抢走Ethan的赏金 这对夫妻打算拿着钱逍遥法外 殊不知一切都被Ethan露了下来 吉姆狗急跳墙的给了克莱尔一枪 打倒Ethan之后逃跑 但Ethan的BGM想起 他是不会放过坏人的 Ethan爬出火车 冷杀手正开着飞机接应吉姆 他抛下绳索 Ethan趁机把绳子系在火车上 冷杀手的飞机升不上去 就这样被拽进了隧道 吉姆大爷也是不容易 拼死拼火好不容易上了飞机 而Ethan也奋不顾身的冲了上去 他扔出经典炸弹口香糖 身后飞机爆炸 巨大的气流把他扔回火车上 最后飞机的碎片就差一厘米 叫割破Ethan的喉咙 最终吉姆他们GG下线 CIA上级成功抓捕反美组织MAX一行人 而Ethan用生命保护了国家机密 也帮自己洗清了冤屈 不过作为特工 他只能默默的做一个幕后英雄 等待他们的是下一个秘密任务 而第二部也有吴玉森导演 让我们在港片风格里 一起来看看阿汤哥的颜值巅峰 神秘博士制造了一种超级病毒 并把病毒注入自己体内 之后他带着病毒和病毒的解药 前往亚特兰大 并请求Ethan护送 Ethan如约而至 但他突然把博士干掉 并且把解药抢走了 原来这是假扮成Ethan的反派安部 之后安部和他的队友们跳机 任由飞机撞上冰山炸成碎片 另一边真正的Ethan正在度假 危险危险 劝告小朋友们不要轻易的尝试模仿 Ethan在悬崖峭壁上收到了本次任务 他需要找回失窃的超级病毒解药 他可以自选三名队员 但其中一名必须是奈亚 他是一个身手不凡的窃贼 于是Ethan前往西班牙 在性感热情的红拳舞蹈中 奈亚和Ethan互看了一眼 此刻奈亚正准备偷一条钻石项链 刚偷完就看见Ethan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 奈亚在Ethan的帮助下成功拿到项链 但警铃大响 原来Ethan就是负责项链的安保人员 奈亚只能归还项链 Ethan借机邀请她加入自己的队伍 奈亚刚刚被她整很不开心 头也不回地飙车离开 接下来是两人的一段速度与激情 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狂飙 不过奈亚为了躲避车辆差点下线 是Ethan及时救下她 也顺势捕获了美女的芳心 而Ethan也被眼前的美女迷倒 上级告诉Ethan 奈亚是反派安保的前女友 因此上级让她加入Ethan的队伍 是希望她的美人计能够让安保放松警惕 已经爱上奈亚的Ethan显然是不愿意的 上级说 所以这才叫Mission Impossible 你自己想办法吧 Ethan心事重重的回去 就像旁边的火焰一样 她的内心也备受煎熬 但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 她还是把计划向奈亚全盘拖出 奈亚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很生气 但她还是愿意为了Ethan去帮忙 Ethan给奈亚注射了微型定位器 之后把她扔进监狱里 安保听说前女友被捕 第一时间出来救人 安保的同伙提醒她 奈亚这个时候出现很有可能是故意接近她的 但安保生气的切断了同伙的手指头 说不管她为何而来 我都愿意为此冒险 因为我爱她 与此同时 Ethan见到了她的另外两名队员 比利和小黑 他们一起追踪到奈亚的信号 得知他们在悉尼 安保带着奈亚去赌马 其实是跟客户见面 Ethan也来到现场 他们观察到 安保给卖家看了一段录像 之后就把录像带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Ethan指示奈亚把录像带偷过来 这事奈亚最擅长 她顺利得手 也顺利跟Ethan接头 Ethan看到录像带的内容是病毒入侵人体之后的反应 病毒入侵血液后20小时 人就会死翘翘 为了不引起怀疑 奈亚需要再把录像带还回去 她在放入安保口袋的时候被安保察觉了 但安保并没有说什么 晚上 奈亚觉得事情不妙想逃跑 没想到门口的Ethan拦住她 让她回到安保身边等待指示 奈亚听话的返回 但这位大哥不是别人 又是安保假扮的 她释出奈亚已经变心 面具吓得她愤怒不已 安保的客户是制药厂老板 Ethan假扮成已经死去的神秘博士 套话出制药老板想要购买病毒的原因 是他想大规模的释放病毒 之后再出售解药 因此谋得暴力 下一步 Ethan决定去药厂消灭病毒 不过安保早已看透Ethan的计划 更可怕的是 安保曾经是Ethan的同事 对Ethan的行动方式了如指掌 他决定将计就计 在小黑的帮助下 Ethan从高高的直升机跳下去进入制药厂 这时他与小黑他们失去联络 Ethan专心做事 并不知道安保也偷偷的进来了 Ethan开始销毁病毒 一个 两个 就差最后一个了 安保的人马开枪进来 打到一会之后 安保用奈亚威胁Ethan交出病毒 Ethan无奈 只能把病毒交给奈亚 奈亚缓缓拿起病毒枪 一咬牙 把病毒注射在自己身体里 安保舍不得杀他 这时 Ethan引爆了炸弹 爆炸声引来制药厂的保安人员 Ethan想趁乱带奈亚离开 但奈亚让Ethan杀了他 不要让他体内的病毒伤害更多人 Ethan下不去手 他扔下一句 好好活着 我是不会失去你的 之后炸开一颗缺口逃走 他要在20小时之内帮奈亚找到解药 安保带着奈亚充满病毒的血液 再加上他之前拿到的解药 去跟制药厂老板交接 之后 奈亚被放在人流涌动的悉尼市中心 等他死了就会释放病毒 这边 安保不仅想要钱 还想要吞并整个制药厂 在他跟制药厂老板僵持不下的时候 Ethan单枪匹马地潜入这个重兵把守的地方 Ethan从鸽子和烈火里出现 不得不说整部电影吴玉森的个人印记相当明显 我都怀疑此处放堵神的BGM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Ethan很快被抓住 安保可算报仇了 把Ethan乱轻打死 但安保发现 倒下的这位Ethan缺了一截手指 这不是他最信赖的同伙吗 他又被Ethan耍了 他愤怒地追出去 Ethan一边躲一边开枪 就各种帅 之后他骑摩托车跑了 在火里骑摩托也是各种帅 最后与安保的搏斗 当然也是Ethan的帅气胜出 相比第一部 吴玉森给Ethan设计的动作戏 观赏性很高 而且非常经典 众人找到奈亚 他病毒快要发作了 正准备自杀 Ethan把解药给他 没想到安保还没死 于是史上最帅的镜头来了 杀中取枪转身射击 安保终于下线 奈亚获救 Ethan小队再一次默默地守护了世界 上集允许Ethan接着度假 他和奈亚幸福地在一起了 这里提一句 整个《狄中蝶》系列中 只有第二部 在吴玉森的要求下 小鲜肉阿坦哥 以长发造型出现 脾帅十足 不过动作戏有点过于耍帅 而且有点中二的嫌疑 有观众很喜欢 这种暴力美学的艺术性 也有人觉得打斗太不真实 那么你怎么看呢 而亚裔导演试水之后 第三部中出现了 另一个经典的亚裔面孔 影片一开始 反派在逼问Ethan 吐脚的位置 要不然就打死他的妻子 此时的阿坦哥 贡献了教科书式的演技 他在十秒之内 心情有暴躁 有耍小聪明 有沮丧 有害怕 有恳求 最后是无尽的悲伤 事情是这样的 Ethan跟未婚妻朱莉亚 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Ethan跟大家说 自己在运输部门工作 朱莉亚是个医生 温柔而美丽 两个人十分般配 在他们的订婚聚会上 Ethan突然接到总部电话 他借机说要买病块 出门跟主管会面 主管说 他们的同事 同时也是Ethan的徒弟 小美失踪了 希望Ethan能够加入搜救小组 之后主管给Ethan留下以后录像带 三天前 小美在监视邪恶的反派欧文的时候被抓 如今生死不明 快结婚的Ethan本想回归家庭 但责任心 让他不能放着危险的世界不管 于是他与自己的三位同伴见面 老熟人小黑 美女特工Q 还有语言专家德兰 他们来到柏林搜索反派欧文的踪迹 在重兵把守的军事基地 Ethan他们四个人 就从一堆全副武装的守卫里救回小美 他们跳车逃脱 小美刚想说什么 但她头痛欲裂 Ethan刚把小美扔上直升飞机 敌方的战斗机就跟来了 这时Ethan发现 小美脑内被植入了一个微型炸弹 而直升机在躲避导弹的过程中 Q又差点掉下去 情况危急 状况频出 Ethan他们直升机好不容易逃脱 但小美脑内的炸弹突然爆炸 小美牺牲了 Ethan不仅没有能够救回小美 也没带回来一点情报 她的任务极其失败 导致Ethan和主管两个人一起被上级骂 上级说 你们面对的欧文是由恶魔称号的 国际上最大的军火贩子和情报商人 你们的任务不仅一无所获 还助长了敌人气焰 旁边的主管也是很无语 悲伤的Ethan参加了小美的葬礼 她训练小美的画面历历在目 她发誓一定要为小美报仇 她找到小美生前给她留下的一张明信片 里面是一个微型芯片 不过目前小黑没有能够破解她 而另一个破译高手班吉告诉Ethan 恶魔欧文将于后天去梵蒂冈参加活动 去交易一个代号为兔角的东西 请大家记住这个画廊的班吉 她日后会成为Ethan重要的战友 不过此时班吉也不知道兔角是什么 只知道肯定是个能毁灭地球的东西 Ethan找到未婚妻朱莉亚 朱莉亚对她最近总是出差十分不满 Ethan能说的只有一句 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朱莉亚深爱Ethan 对她无条件的信任 之后两人在医院举行了简陋的婚礼 没有婚纱 没有钻戒 甚至没有亲友 朱莉亚仍然非常开心 之后Ethan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梵蒂冈是个小国 但被高墙围绕摄像头密布 并不能轻易进入 不过刚结婚的Ethan心情很好 信心满满 行动开始 Ethan破坏了几个摄像头 在极短的时间内翻越高墙 又是一个经典的高空绳索下楼 他扮成神父混入教堂 同伴德兰扮成游客发射追踪器 小黑从水底切开管道 美女Q一辆豪车帅气入场 经典的大长腿下车 之后他拍下欧文的模样 其他队员迅速做好了欧文的脸模 一切准备就绪 Q不小心弄脏了欧文的衣服 欧文被迫去厕所整理 当然欧文被在厕所埋伏已久的 Ethan版欧文放倒 这感觉有点好笑 好在Ethan版的欧文 并没有引起保镖的怀疑 之后Q把豪车停在下水道上 大家从下水道顺利逃走 Q心童的炸飞帅气的豪车 在飞机上 Ethan质问欧文兔脚是什么 欧文非常淡定 即使Ethan把飞机舱门打开 一根一根的剪断欧文的绳子 欧文也不肯透露半个字 只留下一句 Ethan是吧 你等着 你和你的家人都得死 Ethan把欧文运往总部 路上小黑告诉他 之前小美的微型芯片破解了 是小美的视频 他说他认为CIA出现了内鬼 而上级正是跟欧文接头的人 Ethan心想不妙 果然下一秒 欧文就被人劫持 桥都被炸断 Ethan拼命一跳 但仍然没能赶上欧文的飞机 就这样 到手的欧文就这么飞走了 Ethan第一时间给妻子朱利亚打电话 但他怎么也联系不上朱利亚 等Ethan一路狂飙赶到医院 朱利亚已经被人带走 朱利亚的电话打来 Ethan听到的却是欧文冷冷的声音 欧文威胁Ethan 48小时内把兔脚找到给我 要不然朱利亚就没命了 此时CIA也在抓Ethan 但时间紧急 Ethan想逃跑 但在过程中他被射伤 再次醒来 Ethan看着黑脸的上级 感觉他真的很像是个坏人 上级走后 主管用唇语告诉Ethan 他截获了上级的电话 得知他要用朱利亚的生命去换兔脚 之后他悄悄给Ethan一把小刀 暗示他前往上海 Ethan果然不负希望 用指甲盖那么大的小刀 就从戒备思严的CIA总部逃脱了 Ethan乔装打扮后来到上海 来到主管提示他的地点 Ethan的三名队员也前来帮忙 大家分析了一下 兔脚是个很小的东西 为中国军方严密保护在光滑的大楼里 从上从下都进不去 于是Ethan决定 从另一个楼房的房顶挡过去 队友们都觉得这不可能 Ethan说 要不怎么叫Vision Impossible呢 行动开始 队友们往另一个楼顶发射棒球 新年保安人员注意 Ethan趁机深吸一口气 一跃而下 精准落在目标楼顶 在滑下来的过程中顺便解决几个保安 此时距离与欧文约定的时间还有12分钟 Ethan的队友都替他捏把汗 突然 大家看见Ethan背着降落伞跳下来 他的降落位置太低 眼看就要被摔死 幸好上海的高架桥救了他 他的一波违反交通规则的操作 引发上海群众围观 幸好队友们及时赶到 逃跑中 Q中弹 Ethan在最后一秒拨通了欧文的电话 约好在下一个地点碰头 之后Ethan也把行动路线 汇报给了他最信任的主管 Ethan来到指定地点 喝下不明物体后 他的脑内也被植入一个微型炸弹 之后就是影片开头的场景 欧文质问他兔角在哪 但Ethan记得明明他已经把兔角给他了 Ethan发痕也不行 求饶也不行 他的妻子就这样在他的眼前被打死 Ethan泪流满面 没想到主管突然出现 天哪 原来他就是那个内鬼 主管说 死的这个不是朱利亚 不过你也别高兴 你先告诉我 小美给你的微型芯片里面说啥了 她知不知道我是内鬼 但Ethan要求先听听朱利亚的声音 而主管一靠近他 Ethan就趁机将她打倒 他再一次逃脱 Ethan联系班级 在班级的指引下 Ethan找到了关押朱利亚的地点 当他脑中的微型炸弹被欧文激活 Ethan头痛欲裂 被欧文暴揍一顿 两个人开始肉搏 从屋里打到街上 最后欧文被急驰而来的车撞死 Ethan就下朱利亚 脑内的炸弹很快要爆炸 他拔下墙上的电线 用电流猛击自己头部 他脑内的炸弹虽然被解除 但由于电流过猛 Ethan的心脏也停止跳动 没想到朱利亚也是身手不凡 他独自干掉守卫 也干掉主管 之后又把Ethan复活了 上海一如往常的平静 谁也不知道有一个英雄默默拯救了世界 Ethan把自己的真实工作告诉了朱利亚 回到总部后 上集一改往日严肃的表情 还同意Ethan去度蜜月 不过自始至终 Ethan都不知道他拼命抢回来的兔角 是个什么东西 大概是大明星汤姆克鲁斯的个人写真吧 但朱利亚女士流畅的开枪动作 让人也不得不怀疑 他真的只是一名普通的护士吗 墨西克监狱里 Ethan不知为何入狱 他的老朋友班吉黑进监狱系统 打开所有牢房门 这些重情犯们都懵了 纷纷开始越狱 监狱里乱成一团 Ethan轻松逃出 还顺手救下了一个犯人 大牙 Ethan的另一个新队友 简炸开水道 于是Ethan 大牙和简三人顺利离开 Ethan把大牙交给CIA的其他特工 之后简开始向他解释最近发生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CIA的方脸特工 当时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火车站执行任务 本来是挺顺利的 方脸成功截获一个重要文件 但是没想到 要追文件的不止他一人 方脸被迎面而来的帮女郎刷杀了 重要文件也丢失了 嗯 关于邦德的电影 大家也可以在闪电开剧的频道内看完全集哦 简是方脸的同事也是爱人 他开始追捕帮女郎 得知他叫莫洛 是指受钻石的职业杀手 而被莫洛夺走的文件 里面有俄罗斯核弹发射密码 Ethan听了之后直头疼 最近CIA在追踪一个极端分子 克伯 他一直想要引发俄罗斯核弹 看来 莫洛跟克伯绝对脱不了关系 说话间 简来到街头地点 Ethan收到新的指令 他们需要潜入克里姆林宫档案室 在克伯之前拿到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时间紧急 Ethan跟眼前的班级和简组成小队 前往金碧辉煌 且戒备森严的克里姆林宫 简装成游客投放信号器 而班级和Ethan装成军官 两人表面镇定 脚底小碎布来到了资料库 在楼道里放置一块投影仪 屏蔽了看守的眼睛 Ethan进入资料库 他也很快找到了刻薄的资料 打开后竟然是空的 看来他还是来迟了一步 还没等Ethan想好对策 他的信号设备就被黑了 克里姆林宫的安保人员火速赶来 Ethan他们只能终止计划分头逃跑 Ethan好不容易从错综复杂的下水道里跑出来 混在游客里 但他还没站稳 身后的克里姆林宫突然爆炸 Ethan也被炸飞 等他再次醒来 他已经被锁在医院里 俄国特工认定 就是眼前这个美国老Ethan炸的克里姆林宫 Ethan知道解释没用 于是趁乱逃跑 没想到被抓个正着 一个准备跳窗 一个在旁边看戏 堪称射死现场 突然Ethan解下腰带 竟然就这样从车顶逃脱了 之后他偷了几件衣服混入人群中 电视里播放着克里姆林宫爆炸的新闻 官方媒体说是煤气管老话 但内行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同样在看电视的核弹破译密码专家 知道事情不对 刚想带全家跑路 就发现其而已经被坏人挟持 而坏人正是Ethan要调查的 刻薄 另一边 Ethan总算跟部长接上头了 部长昨天接受了俄罗斯颁发的友好勋章 今天就得辞职 他向Ethan介绍了参谋长鹰眼 鹰眼果然眼神犀利 凭借Ethan在手里画出的剪笔画就能看出 今天同样闯入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伙人 正是克伯的手下 Ethan让部长赶紧通知克里姆林宫 克伯手上有核弹发射装置 而他手下也拿到了核弹启动密码 世界即将回于一旦 不过部长为了美俄关系 不能轻举妄动 他建议Ethan立刻逃跑 暗中解决这一切 如果成功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Ethan干过什么 但是如果失败 Ethan将会被推出去当恐怖分子 Ethan见过部长的优盘 突然他们的车子遭遇袭击 部长当场毙命 车子冲进河里 河面上俄罗斯人的攻击还在继续 Ethan机智的声东击西 他和鹰眼总算是逃出来了 不过他们没时间休息 他们找到一节关键车厢 边跑边进行视网膜认证 总算稀喘虚虚的进入车厢里 班吉和简已经等在那里 Ethan查看部长留下来的优盘 是一段克伯的演讲 他想做个实验 毁灭世界 看看人类在面临灾难的时候 会不会进化 这人简直疯了 Ethan告诉大家 他们的任务就是 阻止这位科学狂人发射核弹 不过Ethan说 不长一死 我们谍中谍组织也不复存在 这个任务是孤军奋战 你们想退出的话就是现在了 毫无疑问 车厢里的四个人全部留下来 最新消息 克伯的手下将在36小时之后 去迪拜跟莫洛买核弹发射密码 就是开头的那个帮女郎 Ethan小队的工作就是 截获莫洛手中的核弹密码 让简扮成没落 之后随便给克伯一个假密码 会议结束 大家各自戴上必需品前往迪拜 大家进入有世界第一高楼支撑的迪拜塔中 时间紧急 但班级死活连不上服务器 需要有人从外部进入主机房 而主机房在130层 Ethan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班级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电磁手套 底绒蝶最经典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别说他了 这段吓得我都是满手汗 这里说一句 阿汤哥这会将近50岁 全程都是亲自上阵 连自由落体也是实景拍摄 阿汤哥只有简单的防护措施 他不仅没有表现出害怕 甚至非常的帅气 值得敬佩 Ethan爬到一半 一只手套坏了 他只能真徒手喷爬 Ethan总算爬到主机房 插入信号器 又从大楼外面跑回来 班级终于发挥了他的本事 改变酒店房间号 此时 莫洛和克伯的手下都已经上楼 于是 Ethan和鹰眼假扮克伯去见莫洛 而简假扮莫洛去见真的克伯手下 不过简发现 克伯手下带了核弹破译专家来 看来 他没办法给个假密码糊弄事了 没办法 只能交出真密码 楼下的简拿到钻石 楼上的克伯他们拿到密码 一切看似顺利 但莫洛还是从鹰眼的眼里看出破绽 大家打斗起来 简跑上来支援 抓到莫洛之后让班级看着 但莫洛怎么说也是职业杀手 等简再回头 班级已经倒在地上 情急之下 简只能把莫洛从楼上踹了下去 另一边 Ethan在追捕克伯的手下 迪拜的沙尘暴铺天盖日 Ethan拼了命也没能追上克伯他们 而他自己也暴露了 总而言之 任务惨败 成员们开始互相指责 Ethan更是指出 鹰眼根本不是什么参谋 而是一个身手超强的特工 不过鹰眼似乎不是坏人 Ethan率门走了 鹰眼这才说出他的秘密 他作为特工 曾经需要保护一对夫妇 但鹰眼办事不力 导致女人死亡 而这对夫妇不是别人 正是Ethan和新婚妻子朱利亚 朱利亚死后 Ethan愤怒的找凶手报仇 未经上级允许杀人 也导致他被关在监狱里 而从那之后 鹰眼也一直活在自责当中 此时Ethan找到了电影开头 他从监狱里救出的大牙 大牙给Ethan带来了重要的消息 刻薄要发射的那个导弹 需要通过卫星发射 而控制卫星的总部在印度 因此只要Ethan能够关闭印度的卫星 世界就还有救 话不多说 Ethan带领队员们前往印度 要关闭卫星 简需要从一个花花公子手里拿到密码 然后鹰眼需要手动 接入印度中央服务器 班级负责通信的部分 Ethan负责总指挥 大家来到梦买参加豪华派对 帅哥美女惊艳入场 行动开始 简吃了个葡萄 就勾引住了花花公子 鹰眼不太帅气的热身之后 跳进了像烤箱一样 炙热的中央服务器里 眼看鹰眼就要被烤成烤鸡 简急忙用武力 逼花花公子说出密码 本集刚要关闭卫星 没想到 刻薄竟然又抢先一步 他关掉服务器 而刻薄的那颗核弹 将于五分钟之后发射 Ethan没时间多想 他急忙朝着 刻薄所在的位置赶去 此时俄罗斯那边 俄国军人 收到刻薄的冒名电话 听从指挥发射核弹 但Ethan这边 正经历印度堵车 一切都完蛋了 但Ethan竟然还没有放弃 他想起 如果能够及时 终止核弹头的爆炸 那么一切都还有希望 刻薄看见Ethan来了 拎着手提箱 拔腿就跑 这里说一句 核手提箱是真实存在的 在俄罗斯 美国和英国 都有总统保管 在电影里被刻薄偷跑了 另一边 简赶到主控制室 主控制室已经被摧毁 幸好班级和鹰眼也赶来支援 他们争分夺秒的恢复设备 刻薄抱着箱子 跑到停车楼里 Ethan跟着他一路争夺 停车楼的升降板 带着箱子上上下下 牵动着主角们 当然还有观众们的神经 刻薄眼看打不过Ethan 为了自己的理想 他竟然抱着核手提箱跳楼了 Ethan一个发狠 一咬牙开着宝马车冲了下去 此时外面的核弹已经进入大气层 毁灭人类还剩最后一秒 班级那边重启电路 而Ethan同时按下停止键 核弹头在最后一秒 失去动力掉进河里 来抓捕Ethan的俄国特工姗姗来迟 他意识到是Ethan拯救了世界 于是把他送到医院 第二天俄国新闻 一个小陨石坠落到河里 Ethan他们笑了 全世界人民还不知道他们曾经离死亡只有一秒钟的距离 鹰眼向Ethan坦白了自己的过去 没想到Ethan悄悄告诉他 其实他的妻子朱利亚没有死 那只是他的障眼法 因为朱利亚只有销声匿迹 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 鹰眼释怀了 后来加入了神盾局 成为鹰眼拯救人类 对不起串戏了 鹰眼加入Ethan的小队 等待他们的是下一个更加艰难的任务 据说当年《谍中谍3》票房失利 因此制片方有意让鹰眼接替阿汤哥的角色 没想到《谍中谍4》拿到了全球7亿票房 更是被影迷们成为《谍中谍》系列最精彩的一部 因为之后阿汤哥继续贡献经典 奠定了基础 电影的末尾 Ethan收到了新的任务 一个叫辛迪加的新型恐怖组织进入美国军方视线 看来还有更多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电影一开始 鹰眼带领的小队就有点出师不力 他们要拦截的货物被恐怖分子带上飞机 情况紧急 53岁的阿汤哥出场 他奋不顾身地跳上飞机 据说这段实景拍摄了八遍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一身汗 电影里的班级也看啥了 差点忘了开门 飞机起飞 Ethan就这样在外面被吊了起来 好不容易等班级打开舱门 Ethan被气流推进飞机内 敌人来查是怎么回事 尴尬的看到Ethan在货物上 Ethan打开降落伞 就这样带着货物飞走了 Ethan来到一家音像店 在店长的帮助下领取一个任务 Ethan打开唱片 内容是介绍最近刚兴起的恐怖组织辛迪加 突然唱片中说到 我就是辛迪加 我早就知道你了Ethan Ethan心里一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屋里被释放出白色的气体 屋外 店主被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打死 Ethan无力回天 自己也晕倒在白色的气体中 与此同时 CIA的大人物们正在讨论 谍中谍小组的去留 以CIA局长蓝局长为首 他认为谍中谍小组不够透明 而且又故意引起国际争端的嫌疑 主张立刻取缔 之后把相关人力资源 拨给CIA直接管理 尽管鹰眼距离力争 但委员会决定 尽快解散谍中谍小组 召回所有成员 完成人员交接 此刻 一直为谍中谍小组拼命的Ethan 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里醒来 一个女人仿佛要给他注射不明药物 突然闯进几个匪徒 威手的光头进来就揍了Ethan一顿 Ethan认出 光头是三年前就被官方宣布死亡的头工 眼看光头就要把Ethan弄死 没想到女人悄悄把钥匙递给了他 而且武力值很高的解决掉其他坏蛋 不过Ethan没用上钥匙 用妖妇力量就轻松逃脱 美女不跟Ethan走 留下一句祝你好运 之后美女独自返回 Ethan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鹰眼 告诉他伦敦分支遭遇入侵 这意味着辛迪加恐怖组织真实存在 Ethan拜托鹰眼调查之前那些已经官方死去的特工 但鹰眼却说我没法查了 蝶中蝶小组已经不复存在 Ethan叹了口气正准备挂电话 鹰眼最后说了一句 干得漂亮点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任务 蓝剧长一直不相信辛迪加这个组织的存在 他认为是Ethan贼喊捉贼 他决定亲自出马把Ethan抓回来 6个月之后 蓝剧长得到Ethan在古巴的消息 于是派出CIA部队 但大家在古巴铺了个空 只找到Ethan留下的关于辛迪加的资料 和眼镜男的画像 另一边 班吉被调到CIA之后无所事事 他正在办公室里摸鱼 突然收到一封信 里面有两张音乐会的票 班吉通过了张静初的测谎仪之后 拿着票就跑了 班吉来到维也纳 自以为很帅气 但刚下车就被人塞了一个资料袋 他从袋里拿出眼镜 开始跟Ethan通话 Ethan让班吉去歌剧院 看能不能找到眼镜男 本次的歌剧是《独兰朵》 连奥地利总理也来欣赏 班吉找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书本变成电脑 开始监控着会场的一切 Ethan来到舞台的后面 不得不说 这段剧情跟007量子危机那一集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英美特工一家亲吧 Ethan发现 有人正要把乐器组装成枪 两个人在战斗的过程中 Ethan又发现 对方眼镜里有摄像头 果然 这一切都被神秘的眼镜男监控着 Ethan刚搞定话人 就发现控制室里 有个杀手准备射杀奥地利总理 然后另一个窗口 之前日思夜想的美女 也准备射杀奥地利总理 那么Ethan应该先干掉谁呢 他选择干掉奥地利总理 他故意射伤总理的肩膀 总理一歪 搅乱了另外两个杀手的计划 安保人员很快控制住现场 美女眼看要逃不出去了 Ethan带着她从屋顶上逃脱 这段英雄救美相当扬言 两人还没喘口气 就看见奥地利总理的车被炸飞 而班吉出现接走两人 美女自爆家门 她来自英国军情六处 阿麦6特攻伊尔沙 她本来是被派到恐怖组织 辛迪加当卧底 但上次她救了Ethan之后 让她陷入危险的处境 这次她要射杀奥地利总理 就是想重新赢得辛迪加老大的信任 突然班吉的车被人跟踪袭击 伊尔沙说 如果你想打败辛迪加 我能够帮你 但现在你得放我走 说完自己跳车了 之后伊尔沙被带到眼镜男面前 伊尔沙说 你要是不信任我就直接杀了我算了 Be a man 于是眼镜男开枪的干净利索 打死了伊尔沙身后的小喽啰 让伊尔沙尽快找到Ethan 伊尔沙自信地说 他会来找我 Ethan和班吉通过调查后发现 以前被官方认定死亡的各国特工 现在都集中在辛迪加里 为眼镜男服务 辛迪加组织严密 环环相扣 根本就是反派版的谍中谍小组 班吉打开了伊尔沙的口红 其实是一个硬盘 内容显示 伊尔沙正在调查摩洛哥的关键电脑 于是伊尔沙他们前往摩洛哥 伊尔沙果然找到了正在泡澡的伊尔沙 伊尔沙告诉他们 眼镜男的名字是索罗门 他是英国前特工 之后创立了辛迪加 英国政府不想让世界知道 自己人创办了恐怖组织 于是让特工伊尔沙 潜伏在辛迪加里暗中解决 最近索罗门让伊尔沙去偷一个关键的账册 所在位置极为严密 根本就是impossible 伊尔沙笑了 我最喜欢这个词 于是他决定亲自上场 任务是这样的 他们需要把自己的资料放进水底的装置 这样他们才能通过密码门 才能通过步态分析 才能抵达终端计算机 才能拿到关键账册 听起来很复杂是不是 没懂也没关系 帅就完了 另一边 CIE的蓝局长以为伊尔沙暗杀了奥地利总理 于是下达指令 谁见到伊尔沙都可以就地执法 鹰眼担心伊尊 于是叫来伊尊的好朋友小黑 两个人需要尽快找到伊尊和班级 于是他们也前往摩洛哥 伊尊正准备跳水 他不能带任何金属物品 也就是说不能带氧气瓶 需要憋气三分钟 于是伊尊调整呼吸 带了个潜水镜就往下跳 之后伊尔沙关闭入水口 伊尊也顺利理达位置 刚想调换资料卡 突然被机械手臂打出去 资料卡也被打掉 这时大楼管理员发现异常 重新启动水流 伊尊好不容易把资料卡插到指定位置 但由于氧气消耗太大 伊尊在水底晕倒 幸好伊尔沙及时跳下来把他带走 之后用电机唤醒了他 另一边的班级成功拿到了 关于新地家的秘密战策硬盘 班级兴冲冲地找两人会合 就被背后的伊尔沙电晕了过去 伊尔沙拿着硬盘跑了 门口 新地家匪徒们在等着伊尔沙 伊尔沙帅气的骑上摩托 伊尊跟班级去追 但伊尊刚从生死线上回来 脑子还不太好时 一路上跌跌撞撞 正好撞上在找他们的鹰眼和小黑 四人尴尬一笑 伊尊继续去追伊尔沙 顺便帮他解决了其他的新地家匪徒 最后伊尊的车飞起来 连滚好几圈都没变形 FYI是宝马 他把班级交给鹰眼 自己骑上摩托车继续追伊尔沙 伊尔沙看逃不掉 干脆就站在路中央 伊尔沙为了躲避他 宁愿自己摔个半死 最终伊尔沙成功逃跑 之后 鹰眼小黑班级跟伊尔沙四人会合 幸好班级机灵 提前把透出来的硬盘做了备份 不过大家发现 大家根本打不开他 他用的是英国政府传输机密的技术 需要英国首相才能打开 看来 新地家的下一步就是绑架英国首相 另一边 伊尔沙回到英国MI6交差 没想到MI6局长不顾他的安危 让他继续回到新地家 回到所罗门身边卧底 伊尔沙没办法 只能按照指示去做 他把硬盘交给所罗门 硬盘竟然是空的 所罗门气急败坏 看来他之后的大纵舵要开始了 熙熙攘攘的车站 伊尔沙被伊尔沙等人包围 他只能坐下来谈话 伊尔沙了解两人立场不同 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伊尔沙又提示他 是MI6局长偷偷把硬盘的内容清空了 任由他去死 伊尔沙对自己的组织非常失望 希望伊尔沙能够抛下一切 跟他远走高飞 但伊尔选择先铲除恐怖组织 不然 伊尔的通话设备被黑 等他回过神来 班级已经被挟持走 伊尔沙去追的时候 伊尔沙也趁机逃跑 这时 伊尔沙接到所罗门的电话 被要求今天晚上就把破解好的硬盘拿来 换班级的性命 看来绑架英国首相的任务要由伊尔去完成了 伊尔沙给CIA蓝局长打电话 告诉他参加今晚的伦敦活动 各方人马齐聚伦敦 CIA的蓝局长 辛迪加老大索罗门 英国MI6局长 当然还有英国首相 大家齐聚一堂 期间 为了确保英国首相的安全 首相被MI6局长叫走 由MI6和CIA共同保护 谈话间大家才发现 首相对辛迪加早有耳闻 那是英国做的一场实验 招募各国退役特工 给他们新兴奋 帮英国政府做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蓝局长震惊了 他此时才相信辛迪加是真的存在 之所以只有英国首相才能打开辛迪加的硬盘 是因为里面记载着英国政府的预算 记载着英国政府将如何资助辛迪加成长壮大 蓝局长震惊之余 建议首先先把首相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再聊 没想到MI6局长直接给了首相一枪 此人正是Ethan 首相只是被麻醉了 Ethan用他的红膜和指纹打开了硬盘 关于辛迪加的证据终于到手 此时真正的MI6局长终于赶到 不过他也很快被撂倒 他就是一手策划起辛迪加的创始人 只不过辛迪加不受控 后来他被所罗门背叛 真相大白 蓝局长在此时此刻终于认识到敌中蝶小组的重要性 也肯定了Ethan的所有做法 之后Ethan该面对反派了 他按照所罗门给的地点 见到了伊尔莎和被绑着炸弹的班吉 所罗门通过班吉跟Ethan对话 Ethan也不害怕 说硬盘早就被我销毁了 我记住了所有内容 因此现在我就是硬盘 你如果把我们杀了 你什么也得不到 听到这里所罗门急得直转圈 他还是在最后一秒解除了炸弹 放了班吉 之后Ethan和伊尔莎互相看了一眼 很默契的一起逃走 路上伊尔莎干掉了老仇人秃头 而一蹶一拐的Ethan正好撞上所罗门 Ethan看到地上有个施工口 急忙的跳了下去 所罗门看到摔得动弹不得的Ethan 也安心的跳了下去 这一下情景重现 轮到所罗门被关在柜子里 白色的气体喷出 所罗门晕倒 之后被交给英国军方 而Ethan也放了伊尔莎自由 几天后 一直要解散蝶中蝶小组的蓝剧长 突然转变画风 改成坚决拥护蝶中蝶的存在 之后蝶中蝶小组被恢复 而蓝剧长成为新的蝶中蝶领导人 一切看似顺利 但此时的Ethan还不知道 他日后要为没有杀掉所罗门 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Ethan的梦中 他正在跟朱利亚完成婚礼 但恐怖的声音让他颤抖 Ethan一看 中婚人竟然是所罗门 上一集被Ethan抓住的辛迪迦老大 看来辛迪迦仍然是Ethan的心病 这时Ethan听到一阵敲门声 看不清面貌的游地员给他送来了新的任务 自从他抓住所罗门后 辛迪迦群龙无首 剩下的那些特工们自称使徒 各自组队 继续在世界进行恐怖的活动 有消息称 最近一个叫末日的神秘人 要组织使徒们干一票大的 他在寻找三枚布核 也就是制造核武器的重要原料 另外 末日还绑架了挪威核武器专家 看来末日要制造核武器 全人类的安全再次被威胁 Ethan叹了口气 他的任务就是阻止使徒拿到布核 于是Ethan来到柏林 他带着老朋友班级和小黑 从黑市老板那里购买布核 眼看布核就要到手 突然几个冷枪打乱了他的计划 是使徒们找来了 他们绑架了小黑 让Ethan用布核换小黑的命 没办法 Ethan向小黑射击 后来打跑了使徒 小黑穿着防弹衣安然无恙 但混乱中 布核被使徒们抢走了 没过几天 电视上报道着 世界三处宗教圣地 发生恐怖事件的新闻 医院里 之前被末日绑架的 挪威核武器专家正在看新闻 他看到恐怖事件非常的开心 这专家竟然也是个极端分子 崇尚不经历劫难 就没有和平的说法 Ethan需要通过他找到末日 专家说 只要电视台能够在直播中 宣读我的毁灭宣言 我就打开手机密码 让你们找到末日 威露顾全大局 Ethan不情愿 但也只能照做 很快 电视上的主持人 开始朗读人类毁灭宣言 不经历劫难 就没有和平 专家听完之后笑得合不拢嘴 开心地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很快 Ethan也通过手机 追踪到末日的信息 任务完成 演出结束 这一幕是致敬蝶中蝶第一部的第一幕 一切都是演戏 屋子是假的 主持人是班级假扮的 只有各位的演技十分真实 德国空军基地 Ethan与蓝局长见面 他们得知 末日今晚将跟一个外号 是白寡妇的女人见面 白寡妇表面上是慈善家 其实从事军火交易和洗钱 蓝局长很信任Ethan 让他放手去做 不过CIA新上任的局长 黑姐可不这么想 他怕Ethan不听指挥 非要安插一个自己人 在Ethan身边 这就是超人 题外话 据说超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 正要补拍正义联盟 而他为了迪龙蝶 拒绝剃掉胡子 因此正义联盟里 大家看到超人没有胡子 都是后期给屁掉的 说回电影 Ethan没办法 只能带着超人上飞机 并且仔细解释他们的计划 午夜时分 白寡妇他们会在巴黎大皇宫见面 为了节省时间 Ethan他们需要跳机 打开舱门 Ethan发现外面电闪雷鸣 并不是会跳伞 没想到鲁莽的超人 不听指挥 直接跳下去了 Ethan没办法 只能也跟着跳 两人在闪电里穿梭 还不快快订阅闪电 看剧频道保平安 超人很快被闪电击中 Ethan为了救他 只能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他用 超人是得救了 但Ethan下落的十分狼狈 连滚带爬的勉强站起来 而超人倒是下来的很帅气 还说 你看氧气瓶都丢了 Ethan十分无语 之后两人加快进度 来到巴黎宴会大厅 Ethan需要假扮末日 与白寡妇接头 在此之前 需要拿到末日的脸部信息 做一个脸膜 Ethan和超人一左一右 截住了正在上厕所的末日 并在厕所里扫描他的脸 三个大男人 挤在一个厕所间里 这引起路人的嘲笑 而耽误一点时间 没想到 末日竟然醒了 而且他武力值极高 超人和Ethan 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末日就要把Ethan干掉 突然 末日被一枪毙命 Ethan一看 是伊尔莎救了他 不过也由于那一枪 末日脸部损坏严重 看来是无法做脸膜了 只能寄希望于 白寡妇根本没有见过末日 Ethan拿着末日的手环 准备入场 伊尔莎极力阻拦 他说 今晚会有一拨人 要杀掉末日 如果你去了 你必死无疑 但Ethan不管那些 他只是对伊尔莎 从操就业相当失望 争吵间 他们来到了白寡妇的慈善会 Ethan看见来杀末日的人 正气势汹汹的朝他走来 Ethan跟白寡妇见面 正好看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杀手 Ethan说 你身陷危机之中 你只能信任我 白寡妇别无选择的跟他走 这一路上 Ethan打打杀杀 但没想到白寡妇也不是吃素的 一把小刀玩得飞起 最终在伊尔莎和超人的帮助下 四人成功离开 他们来到白寡妇的住处 Ethan得知 白寡妇只是一个传话的 Ethan想要不和的话 就得带来卖家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上一集的所罗门 为表诚意 白寡妇先给Ethan一个布盒 当做定金 所罗门明天要被运往下一个监狱 而Ethan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截囚车 Ethan这边正忙着准备 超人回到CIA局长黑姐身边复命 他竟然指控 上次他们弄死的只是末日的替身 而末日本人就是Ethan 黑姐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让他继续监水Ethan 对此毫不知情的Ethan准备截囚车 所罗门的车来了 原计划是Ethan带着白寡妇的人 杀掉所有警察之后带走囚犯 但Ethan不愿意杀人 他先把囚车撞入水中 再机制的把白寡妇的手下们 扔给警察抓住 所罗门被人从水里救出 来人重视班级 之后Ethan用一辆摩托车 引发法国交通大混乱 虽然被一辆车撞飞 但他仍一拳一拐的从下水道离开 被等候已久的班级和小黑带走 不过 当众人要开车离开的时候 正好碰见一个女交警 Ethan不想伤害她 劝她离开 话还没说完 交警就被匪徒打中 Ethan不忍心 自己杀掉所有的匪徒之后 救了女交警 好不容易松了口气 桥上的伊尔莎竟然瞄准了Ethan 眼看伊尔莎不肯收手 Ethan只能把她撞倒 这一幕被白寡妇的人看在眼里 之后 Ethan跟白寡妇见面 用自己手里的所罗门 换取白寡妇身后真正的卖家现身 但白寡妇突然涨价 她不仅要索罗门 还要伊尔莎 因为她已经爱上Ethan 不允许任何人挡在他们中间 通过白寡妇 Ethan得知 伊尔莎在伦敦 Ethan质问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伊尔莎说 英国军情六处给她的最新任务就是 杀掉索罗门 这是她换取自由的唯一方式 但索罗门此刻绝不能死 伊尔莎和Ethan 曾经像自己一样的两人 此刻站在了对立面 伊尔莎把索罗门带到一个废旧仓库 跟蓝局长汇报任务进度 蓝局长却说 白寡妇其实也在跟CIA合作 她的任务就是推翻使徒组织 抓住末日本人 蓝局长扔出一份文件 她怀疑 伊尔莎就是末日 看来之前超人的挑拨离箭奏效了 不过伊尔莎还不能跟蓝局长回去 这世上还有两颗布核没有被找到 还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于是 伊尔趁蓝局长不备放倒了她 伊尔让班吉假扮成所罗门 之后他要把假所罗门交给白寡妇 而超人负责看守真的所罗门 不过伊尔刚走没一秒 超人就关掉摄像头 他想带走所罗门 原来这两个人之前说好了 超人负责诬陷伊尔 然后所罗门把两倍布核都交给他 没错 超人才是真正的末日 不过眼下所罗门好像反悔了 超人突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才是假的 是由班吉扮演的 蓝局长和伊尔他们走了进来 这是他们配合的一出戏 终于让超人露出马脚 蓝局长连线黑姐 没想到黑姐现在谁也不信 他要把蓝局长他们所有人都逮捕 CIA早已埋伏好的士兵冲进来 他们其中又有很多早就被超人渗透了 于是大家乱糟糟的站成一团 而蓝局长被超人杀害 超人带着真正的所罗门逃跑了 幸好班吉在超人身上放了追踪器 伊尔在班吉的指挥下一路追 从大教堂追到房顶 之后信仰一跃 据说这一跳阿堂哥真的脚骨折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完成了后面的拍摄 之后伊尔追到一个办公楼 在众目睽睽之下跳楼 在长达10分钟的库跑之后 伊尔终于追上超人 超人上电梯 而伊尔情急之下 抓住电梯的下面也跟着一起上去 没想到超人并不杀他 而是扔出一张照片 威胁他 如果不听话 朱莉亚就等着死吧 伊尔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超人带着所罗门走了 不过大家也不算毫无收获 他们得知 超人和所罗门用剩下的两枚布核 制造了两枚炸弹 而拆除炸弹的过程相当凶险 稍有不慎就会世界毁灭 小黑试图说服伊尔莎 不要跟着他们一起去执行这场自杀任务 但伊尔莎看着伊尔的眼睛表示 我要和你们一起 他们之前在所罗门脖子里放入了追踪器 目前显示 所罗门正穿越欧洲 目前CIA被坏人渗透的太厉害了 伊尔没有请求支援 他信任的只有眼前这三个人 于是他们一起前往最终的目的地 克什米尔 最后的信号显示 所罗门在一个医疗营里 这个地方处于冰川的底部 一旦爆炸核弹 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资源就会遭到污染 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班级也终于找到拆除炸弹的方式 就是先引发炸弹倒计时 之后关掉炸弹引爆器 再剪断保险丝 错一步也不行 计划定好了 伊尔来到医疗营 没想到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居然是朱利亚 伊尔还见到了他的现任老公 伊尔看着两人如此幸福 也祝福了他们 之后继续争分夺秒的找炸弹 很快他们找到了炸弹一 小黑独自负责拆炸弹 而在寻找炸弹二的过程中 伊尔发现超人带着炸弹引爆器正要离开 情急之下 伊尔只能爬上另一架直升飞机 而超人也打开了炸弹的倒计时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伊尔顺着绳索往上爬 一个手滑差点掉下去 小黑的炸弹衣那边缺少帮手 这时朱利亚赶来 她感到事情不简单 于是主动过来帮忙 伊尔很快控制了她所在的那辆直升机 她想用吊着的货物当大锤 砸超人的飞机 但被超人躲开 超人一看是老成人来了 于是向她攻击 伊尔第一次开直升飞机 还不太熟悉 边学边开 没有人支援 她就只能用自己的飞机去撞超人的 竟然又被超人躲开 伊尔没放弃 一次又一次的拿自己撞向她 另一边 伊尔沙看到了所罗门 于是她跟着来到了所罗门的小屋 果然找到了炸弹2 但她也被埋伏的所罗门制服 等班吉找过来 伊尔沙已经被死死的捆在椅子上 伊尔沙让班吉快走 班吉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所罗门打倒 伊尔沙急了 直接带着椅子自杀式袭击 她被打倒无数次 最终还是冷静的制服所罗门 也救下差点被勒死的班吉 两人开始解除炸弹 伊尔沙多次攻击飞机之后 飞机机身起火 他最后是一次 终于撞上了超人 两架飞机都在雪山上坠落 伊尔沙还没喘口气 又被超人的飞机撞下悬崖 两人都被卡在悬崖缝里 于是他们在失重的情况下 一边打 一边来到了悬崖上面 超人被烧伤半边脸 仍然很顽强 引爆器就在支持 伊尔沙却怎么也拿不到 最终两人皱拨之后 都被吊在悬崖边上 伊尔沙干脆拿出他最擅长的徒手攀岩 然后拉掉钩子 超人终于被干掉了 班吉一咬牙 剪掉最后一根保险丝 众人闭眼等死 太好了 炸弹被解开 是伊尔沙在另一边成功关掉了引爆器 他们安全的取出两颗布核 事件再一次被伊尔拯救 所罗门终于认输了 故事的最后 CIA黑姐终于选择相信伊尔 她把伊尔救了回来 而伊尔跟朱利亚做最后的告别 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所罗门被押送回军情六处 而伊尔沙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但我们都知道 一旦世界需要他们 伊尔和伊尔沙他们还会挺身而出 继续为这个世界奋斗 以上就是谍中谍系列六部的全部内容 从谍一到谍六 跳伞跳楼跳飞机 开车开船开Helicopter 无所不能的阿汤哥 不知不觉已经59岁了 从小狼狗帅成硬汉 该死的魅力甚至随着年龄而增加 让人不得不折服 据说阿汤哥仍然在拍摄最新的蝶中蝶期 只不过由于疫情 再加上剧组有人染病 而拖慢了电影的进度 隔壁007 James Bond 无论是遇到爱情还是伤痛 始终面不改色 沉稳冷静到 让对手都胆寒而心生敬畏 相比之下 美国特工伊尔沙情绪更加外露 喜欢把古典元素和现代元素相融合 同时电影整体来说 悬疑感更强更烧脑 一个反转接着一个反转 让电影不仅不显得老套 反而总能给大家带来视觉冲击和烧脑体验 而且阿汤哥始终独挑大梁 亲力亲为 也让作品更加真实 也有人说过 007可以换人 但Ethan只能有一个 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 蝶中蝶七八九十 好了 本期的蝶中蝶系列内容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分享 也别忘了关注我 打开更新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